主料 猪肉末300克 煤干菜150克 中筋面粉250克 水130克 辅料 油 盐 酵母3克 老抽 料酒 香葱 生姜 白糖 盐 准备时间10分钟内 制作时间1-2小时 原料备用 煤干菜减去老梗 泡盘后 充分清洗干净 挤干水分后 剁碎 油锅上热 下入肉泥 炒散后 下入葱姜末 搅拌均匀后 倒入料酒 倒入赏量的老抽 白糖和适量的水 开后倒入梅干菜末 香火慢卤至充分入味后 倒入适量的盐 放凉肥油 面皮原料倒入大容器中 揉成均匀的面团 面团盖保鲜膜 放在温暖处 发酵至两杯以上大小 分成均匀的小剂子 改缘后 在中间放上适量的内线 粘上均匀的小裙子 集成包子坯 均匀的板 乳图和油纸的蒸笼内 放在笼内 二次发酵15分钟左右 冷水上锅装15分钟左右 蒸好后 停火慢3分钟再揪开 烹炼技巧 蒸好后 停火慢3分钟再揪开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